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 我们正式进入这个接种机网络内部的细节的一些学习 本节课我们来学习的是这个物理层 本节课的内容是这个物理层的概述 那么在学习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物理层它位于我们层次结构的哪一个位置 那么物理层呢 如果说是这个OSI气色模型的话 它是位于最底层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对于这个TCP IP的试诚模型的话 它是属于这个网络接口层的 那么这本节课呢 我们将会学习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物理层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是这个信道的基本概念 第三个部分呢 是这个信道的分用以及复用的技术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物理层的作用 那么物理层它有什么作用呢 物理层它的作用非常简单 首先第一个 它就是为了连接不同的物理设备 在这里面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主干ISP 那么主干ISP呢 比如说中国的主干ISP 以及这个美国的 他们相互需要连接的话 他们就通过这个海底电缆来进行连接 那么这其中呢 就是这个物理层的一个作用 那么再比如说这个路由器到本机的这个计算机 那么他们之间呢通过这个网线进行连接 那么这个网线呢也是属于这个物理层的 那么物理层的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传输这个比特流 比特流我们前面也了解了 比特流就是0101这样子的一个高低电瓶 或者说是这个数字信号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些连接不同物理设备的一些介质 那么首先呢 有这个双角线 双角线呢 它可以分为这个无屏蔽双角线 以及这个有屏蔽的双角线 那么什么是双角线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图的细节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绝缘层它所包住的是两根铜线 那么两个铜线呢 它是相互缠绕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这个双角线 那么包括我们平时所使用的网线 其实呢 也是一种双角线 那么除了双角线呢 还有这个铜轴电缆 那么铜轴电缆呢 也是在以前比较常见的一种传输介质 现在呢 用的比较少了 铜轴电缆呢 它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内部有一个内导体 接着呢 是这个绝缘层 那么绝缘层呢 可能是一些泡沫 在外层呢 有一个外导体屏蔽层 在最外面呢 还有这个绝缘保护套层 那么对于铜轴电缆呢 可能我们平时接触的都比较少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了解 这个铜轴电缆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这个铜轴电缆 它是属于这个物理层的一些传输的介质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还有这个光纤 那么光纤呢 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 现在呢 我们的家庭的互联网呢 很多都是通过这个光纤 连接到家庭的 那么光纤呢 它实际上利用的是这个光学的一个特性 在里面呢 它是一些先兴 它是一个高折射率的一个媒体 那么在先兴之外的包城呢 它是属于这个低折射率的媒体 那么在这里面呢 数字信号通过光的这么一个介质 在里面进行传播 那么这一个就是光纤 它也是属于物理层传播这个数字信号的一种介质 那么这些光纤 同轴电缆 或者是双脚线呢 它们都是属于有线的这么一些介质 那么除了有线以外呢 其实还存在着一些无线的这个介质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的遥控器 那么遥控器呢 它也是属于传输介质的一种 那么它是利用这个红外线来进行传播的 除此以外呢 还有这个无线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 4G信号 WiFi信号 那么这些呢 通过的是无线介质来进行连接的 除此以外 还有这个激光 那么激光呢 也是在实验室里面 可能有一些通过激光来进行这个数据的传输的 那么这些呢 是属于这个传输的无线的一些介质 那么了解了这些介质呢 我们接下来来了解这个比特流 那么比特流呢 其实在前面我们也简单的介绍过了 比特流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使用这个高电频表示1 低电频表示0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对这个高电频低电频的一个变化 就可以形成一些比特流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里面有比特流 1001 1010 1010 那么它在真实的这个介质进行传播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使用这个高低电频来进行传播的 那么高电频呢 表示的是1 低电频呢 表示的是0 那么这样子 高低电频的一个交替表示呢 就可以表示我们的比特流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在讨论这个物理层的时候呢 我们更多的是讨论这些硬件的设备 因此呢 我们平时在讨论物理层的时候呢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机械特性 电气特性 功能特性 以及这个过程特性的 那么这些特性呢 都是我们不了解的 我们不关心的 我们在这里面只需要简单的 知道这个物理层它存在的一个意义 以及对它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本节课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是这个信道的基本概念 那么什么是信道呢 我们这里面再来学习 信道它其实指的是往一个方向传送信息的媒体 那么我们在讨论信道的时候 我们通常呢 会把这个信道与这个电路进行比较 那么信道呢 和这个电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那么信道呢 它这里面强调的是往一个方向去传送信息的媒体 而电路呢 它并不强调这个 因此呢 一个通信电路 它往往包含着一个接收信道 以及一个发送信道 因为这里面的接收 以及这里面的发送 它是信息传送的两个方向 举个例子 这里面有两个计算机 那么在一条这个通信电路里面呢 可能就有两个信道 分别有这个发送信道 以及这个接收信道 那么因为发送信息 以及接收信息 信息所传输的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里面有两个信道 那么可能在这里面 有些同学就会有疑问了 那么一条这个通信电路 既发送又接收 那么这样子 如果引起了冲突 怎么办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物理层已经替我们解决了 那么根据这个信道的不同 这个通信电路呢 它可以分成这个单工通信信道 半双工通信信道 以及这个全双工通信信道 那么什么是单工 什么是半双工 什么是全双工呢 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 那么首先是这个单工 那么单工呢 指的是只能往一个方向 这些通信 并没有反方向反馈的这个信道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单工通信的一个信道 比如说这个有线电视 无线电收音机等等的 那么这些信道呢 都是属于这个单工信道 在这里面不管是电视还是收音机呢 它只能进行接收 不能进行发送 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单工信道 接下来了解的是这个半双工通信信道 那么什么是半双工呢 半双工它其实指的是 双方都可以发送 以及接收信息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一个约束 那就是不能同时的双方都发送 也不能同时的双方都接收 那么一方发送 另外一方只能接收 另外一方发送呢 这一方必须是接收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属于这个半双工通信的这么个信道 那么这个信道呢 其实是非常落后的 我们更多的是采用这个全双工的通信信道 那么全双工呢 它就在半双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 那么对于全双工的通信信道来说呢 双方都可以同时的发送 以及接收信息 那么在现在我们在使用这个通信信道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是使用这个全双工通信信道 比如说我们的网线 我们的网络等等的一些传说的介质呢 都是属于这个全双工的通信信道的 好的 在这里面我们了解了这个 信道的基本概念 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本捷克的第三个部分的内容 就是信道的分用以及复用的技术 那么什么是分用 什么是复用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 如果两个计算机需要进行通信的话 那么在他们之间呢 就会有一条这个通信电路 在这个电路里面可能有这个发送信道 以及这个接收信道 那么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考虑一个情况 就是有很多的计算机 他们之间呢都需要连接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个发送信道 以及这个接收信道了 并且在很多时候 他们之间呢也并不是处于活跃的状态 很多时候呢都是处于这个关键的状态 那么这样子呢 就会导致这个信道的利用效率并不高 那么因此呢就提出了这个分用 以及复用的技术 通过这个技术提升这个信道的利用率 那么这个分用复用的技术 它是怎么样应用到这里面的实际情况里面去的呢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图示来理解 这里面的分用以及复用的技术 那么对于分用和复用的技术呢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子来了解 这里面多个计算机连接这个分用器 然后呢 这一侧的多个计算机呢 连接这个分用器 那么通过分用器 以及分用器这两个设备呢 就可以共享一条这个发送信道 以及这个接收信道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可以大大提升这个信道的利用效率 那么如果说这个计算机 对这个信道 它的使用频率比较低的话 那么这样子可以大大提升这个信道的利用效率 但是如果说很多计算机都很频繁的使用信道 并且很多计算机都复用和复用了真信道的话 那么也可能造成这个信道的拥塞 那么这里面也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对于这个复用以及复用的技术呢 它其实物理层已经帮我们去实现了 我们并不需要关注这里面具体的技术细节 但是呢 在这里面可能是同学还是会对这个复用 复用技术有一个疑问 想了解这里面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老师也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里面复用复用应用到了哪些技术 那么对于复用来说呢 有这个评分复用 它是按照这个频率的不同来进行这个信道的复用的 以及这个十分复用 还有这个波分复用 以及这个码分复用 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分用复用的技术 那么这些技术呢都是应用在物理层里面的 我们一般呢都是不需要关心的 那么如果有些同学对这些复用技术有个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下来自行的查阅相关的资料 来了解这里面的分用技术 在这里面呢我们只需要知道 在信道里面有这个分用以及分用的技术就好了 最后我们简单的来总结这些课的主要内容 主要有三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物理层的作用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物理层里面的信道它的基本概念 那么这个信道呢 如果说有些同学在配置路由器的时候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信道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在这里面呢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就了解这个信道它具体是什么东西了 第三个部分呢是这个分用以及分用的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主要是为了提升这个信道的利用效率而发明的 好的那么这些呢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些课的主要内容